2021年面对疫情蔓延的全球紧张气氛 碧莲寺管理委员会除了做好相关防疫新生活安全措施之外 也透过法会和祈福点灯仪式祈求信徒平安健康 聘请到知名设计师设计了平安服各种样式 让文化也能够有创意 2021年面对疫情蔓延的全球紧张气氛 碧莲寺管理委员会除了是做好相关防疫新生活的安全措施外 也透过了法会与祈福点灯的仪式来祈求信徒平安健康 2021年点灯已经都开始在让我们信众来点了 那我们也希望说各位信众可以到我们碧莲寺来点一盏明灯 尤其我们今年都设了文创平安服 有起财开运还有智慧等等的新的文创 那我们期盼说各位信众到我们碧莲寺来求个平安 能够让鞋子开个智慧 那尤其是你来在我们碧莲寺点一盏灯 我们还要设这个奖鞋金的鼓励鞋子 碧莲寺管理委员会努力期盼 透过历史建物的内涵 透过新时代观念的注入 让信仰中心的碧莲寺给予新的能量 也可以祝福到每一位信徒与相亲好朋友 记者林杰 说风箱采访报道